乌克兰总统指责俄罗斯引发巴以战争,破坏世界团结 这是来自乌克兰国家官网2023年10月9日20点25分发布的新闻头条 泽连斯基在今天的工作报告中说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亲爱的乌克兰人 今天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天 各种会议中,与最新国际发展相关的会议尤为重要 我与我们的情报机构负责人 主要情报总局和外国情报局的负责人 以及我们的外交官就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局势 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总体情况进行了会晤 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不仅对乌克兰,而且对整个欧洲来说 根据现有的非常明确的信息 俄罗斯有意在中东引发战争 以便新的痛苦和苦难源泉能够破坏世界团结 增加分歧和矛盾 从而帮助俄罗斯摧毁欧洲的自由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宣传者洋洋得意 我们看到莫斯科的伊朗朋友公开支持那些袭击以色列的人 所有这些远比世界目前所认识到的威胁 要大得多 过去的世界大战始于局部侵略 我们知道如何应对这一威胁 我们正在准备相应的措施 最重要的是 我们捍卫世界上最大程度的团结的必要性 今天我在北约议会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首先是关于团结的问题 现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如何捍卫国际法 捍卫 当恐怖主义试图夺取控制权 当世界上另一个地区可能在我们眼前崩溃时 不能袖手旁观 我感谢所有现在充分意识到这种危险 并愿意共同努力控制局势的领导人和国家 以防止明显的恐怖主义赞助者更广泛的干预 今天 我还与乌克兰最高拉达议长鲁斯兰 斯特凡丘克进行了会晤 我们协调了未来几周的立场 我还会见了副总理费多罗夫 教育与科学部长力所为和该部门的团队 工作事项 还有一件事 我已经更换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地方防御部队的指挥官 安纳托里 巴尔西列维奇接替了伊格尔 坦茨乌拉担任指挥官 关键任务是不让地方防御部队的发展停止 感谢所有关心乌克兰并为我们的国家而战的人 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战事准备新的增援 我感谢世界上所有有勇气明辨是非 并捍卫生命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人 乌克兰必上